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雖然大家可能覺得在市面上看到非常多的華為的手機產品 但其實我們在從產品線的區隔來說 還是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 可以看到主要是四個系列 一個是Mate 一個是P 一個是Nova 一個是Y 那我們所定義的高階旗艦幾種 基本上就是我們會所定義在Mate跟P兩個產品 所以基本上華為在中端的策略是一年雙旗艦 春季的時候我們會發布P系列 然後在秋季的時候我們就會發布Mate系列 那一會兒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Mate跟P 到底兩個著重在側重在什麼不同的地方 剛剛想到就是說我們其實在最近的一款旗艦 就是華為P20 Pro P20系列上面其實有一個我們認為是一個很不錯的訊號 就是說因為其實P20 Pro跟P20在全球的增長 就是根據前一代的銷售的情況前三個月的銷售的情況 因為現在 admire Por 仍佔到四個月了 基本上在全球的增長平均達到81% 然後這其中63%是來自於中國的增長 那大家也知道中國市場目前是處於一個相對比較 雖然華為是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狀態 但是還是相對是比較競爭激烈的 那有63%的增長其實是已經很不容易了 我們認為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成績 那我們認為更好的一個訊號是最後這個數字 就是中國以外的市場其實我們有150%的一個增長 也就是說這個我們成功 我們從這個產品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訊號 就是海外的增長的幅度其實是大於在中國的一個產品 因為中國的存量基本上是非常高的 好最後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們華為在手機產品上面 認為幾個關鍵的領域也是我們認為必須要持續投資 以及研發的一個方向 包含了這個ID的設計啊 晶片啊 我們現在最強的照相 然後大家可能低伙很有感興趣的 我們才剛剛六月份發布的GPU Turbo 然後Audio Battery 然後當然通信是這個公司的老本行 然後當然軟件 我們認為是最後消費體驗的非常重要的一環 一會兒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從ID上面來說的話我們認為消費品 手機其實是個消費品 所以基本上是消費品的話是必須要緊貼著消費者的這個認可的潮流跟趨勢 所以在這一次的P20 Pro上面我們相對來說是比較大膽一點的 已經進了一個我們所謂極光色 那這個在業界基本上之前也是沒有 那當然在推出這個顏色的剛開始 其實在公司內部的爭議相對來說還是挺大的 大家知道這個 尤其是在這個研發團隊裡面啊 對於這種顏色的感覺不是這麼多 但是這個顏色一旦看到我們的一些前沿的這個 剛試掉的這個消費者之後看到 欸 挺有感覺 所以我們就大膽地推出了這個極光色 那在推出這樣的漸變色 極光色的同時 我們也去考慮了這個P系列的一些DNA吧 我想DNA 我們剛剛講說我們一年會有兩款旗艦產品 Mate跟P 那在Mate上面其實我們更著重的是全新一代的芯片 全新一代的運算能力 全新一代的軟件 還有加在一些這個可能業界還沒有的一些黑科技 那在P的話我們著重其實就兩點 就是在剛剛的基礎之上 我們會去強調照相跟IT設計這兩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在P20B20 Pro上面的布局 有幾個比較大的改變 這邊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 雖然是小的改變 但是其實就是為了讓我們把這個Logo 其實正常公司的Logo應該都是放直的 對吧 然後我們是放橫的 然後這個萊卡這個字也是把它放成橫的 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手機就是專門設計來 幫助大家做攝影照相 所以最長的這一個字就是彈在哪 所以從這個設計語言的拉通 然後到消費體驗的這個這個端起來 基本上是我們目前在購私一個產品ID的時候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那當然我們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我們雖然有巨額的研發投入 但是我們還是很希望能夠跟業界垂直領域的這個專家 或者是這個專業的公司來做一些垂直領域的合作 所以在ID這邊我們前兩年開始跟Porsche Design有做一些合作 希望呢就是說能夠引進一些有別於串通手機的設計元素 然後給消費者帶一些不同的觀感 所以我們推出了這個Mate Quarrest的系列 然後黑色啊 跑車的紅色等等 那這個其實某種程度來說是過去兩年我們認為 在這個華為在超高端的一個市場的一個挑戰 那因為時間也經過了兩年 能夠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其實這個銷售的數量其實是遠遠超過我們原本的設定 可以想像一下就是它在歐洲大概是賣1300塊歐元左右的一個產品 然後在中國也是這個1萬2 1萬3這樣的一個產品 但是其實我們只能說大家對於這個產品的感想 還是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原本的設定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設計的這個設定 單位是 ayr 1萬2 ああ 1萬2 好 總體來說其實我們就是想要在這個相對同質化產品的手機的這個行業裡面 希望能夠走出一條這個相對來說比較不一樣的一條道路 所以我們會做不同的各種大包含震變色、激光色 然後跟Course Design的合作 那講完外在之後 其實一個手機最重要的體驗還是來自於它的內在 那華為在去年9月的時候發布了這個業界認為就是在終端產品 SOC上面第一顆人工智能晶片 專用的人工晶片 然後搭載了NPU NPU的全名叫做Neural Process Unit 中文是類神經處理器 那當然大家可以知道說要達到AI相關的服務 AI相關的服務其實就是這個影像識別 然後這個語音質別、語意理解等等這樣的AI的服務 其實它所運算的特徵跟過去的傳統的這個CPU、GPU 就是CPU是融能運轉、GPU是這個圖像遊戲方面 它的計算特徵其實不太一樣 那我們其實在去年就看到說 越來越多的應用會需要在本地端能有一些相對比較強的即時的一些響應 所以我們在去年就提出了我們把NPU當到手提起影片的面具 I am Huawei Mate 10 The smartphone with the world's first dedicated mobile AI processing unit I possess an all-new mobile AI platform Utilizing machine learning with unique knowledge models I use to take the first step from smart to intelligent Like you,I'm able to process information and acquire knowledge through learning With acquired knowledge on languages, objects, scenes, and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environment I can analyze and solve complex problems to provide intelligent services My mobile AI platform is equipped with powerful remote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Delivering a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 in smartphone computing technology I bring 50 times improvement to energy efficiency in AI computing And am able to recognize up to 2,000 images per minute By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real-time 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While maintaining data privacy through on-device computing My new EMUI 8.0 is designed to unleash the power of mobile AI platform I am Huawei Mate 10 The smartphone with the world's first dedicated mobile AI processing unit 這個是我們去年首次推出 那個手機搭載第一顆人工智能器 專用晶片的一個尖端的影片 然後從裡面其實我們想要 特別跟大家分享的是兩個觀點 一個就是說其實大家 那個對於普通消費者來說 AI其實是一個 高在天上的一個名詞 然後真正 能夠具體的描繪出到底AI服務是什麼 相對來說是很困難的 我們在去年其實也經歷了這樣的一個困難 那其實在這個 AI其實我們在去年在推出這個產品之前 其實在很多雲端的AI包含Google等等 他們在Server上面發布了這樣 TPU的第一代 TPU的第二代 其實都有非常強大的運算能力 那到底為什麼去年我們 到底為什麼需要在手機上還要 再把AI的運算能力放在中斷 其實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Privacy 就是說在你享受AI資訊的同時 其實AI某種程度它所學的知識 是透過大數據或小數據而來的 然後在最後的驅動其實是透過 你使用的當下的這個輸入 它給你做的一個推薦跟判斷 那當然很多時候是 人們並不希望說把所有的這個 跟我相關的東西傳到一段去 這個是一個Privacy的一個保護 那第二個其實更重要的是 就是那個real time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服務 那好比來說我們把AI的運用 用在拍照上面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大可以把在拍照的時候 把每一幀的預覽畫面傳到Server上 比如說Google的Server Google的Server呢 絕對有能力可以跟你說 OK這是一條貓 那是一條狗 這是一個Pizza 但是你要想的是說 我們去年在設計的時候想說 拍照其實是一個相對是比較real time的一個體驗 就是我不太可能說 等到這個1秒1.5秒之後 然後跟你說 你竟然拍得拍人 你應該把這個人像模式都打開 應該打開popade等等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其實那個端雲結合 就是我們去年在推出這個人工智能AI 觀測今天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想要去取代 那個Server端的AI的能力 而是我們想要找一個更好的一個平衡 把即時運算跟隱私相關的東西 留在手機上面做運算 然後剩下的其實可以配合這個 雲端更強大的這個 因為雲端基本上沒有夠好的這個concern 所以它覺得運算能力 絕對是會比中端的要強 怎麼樣做好兩個的配合 其實是我們的一個方向 那麒麟970呢 其實是除了AI芯片之外 它還包含了這個快速的這個 Datacom連接 然後當然普通的CPU GPU算能力啊等等 然後還有用去年全新的這個 比較理解 去年比較理解 10nm的跟台積電合作的一個製程 然後拿到高性能的異動號的一個平衡 這個我就不會再追溯了 所以基本上除了NPU 然後Eural Process Unit之外 它的GPU跟CPU相對來說也都是相對強勁的 那講到通訊 其實是華為是除了終端產品之外 投入相當大的一個部分 因為其實還做了一些技術建設 Base Station的一些業務 那在終端上面 去年我們首次提出的這個下行速度 當然超過這個4x4 MIMO 然後5CC的這個Carry Aggregation 這邊這些技術名詞啊 大家可以不用太去專注這個名詞啊 反正總而言之是不同的技術 256礦等等這個減法這個方式 達到我們去年首次在首次 達到這個移動網路上能夠下行速度上 1.2kbps這樣的一個速率 那當然大家一定會有想說 那這個這麼快的速度 如果我的這個運營商並幅沒有配合 其實也是沒太大用 沒錯必須要兩個配合 所以但是在我們一會兒給大家分享兩個視頻 一個就是絕對速度 再假設的前提是說我們的運營商 縮速環境運營商的平台支持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1.2kbps 那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我們在這幾個性能上面 包含這個4x4天線的設計 然後多通道的這個聚合 還有這個比較好的優異的這個解調的這個技術之下 還是能夠讓消費者有更好的這個體驗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後面這個是一些細節 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德國跟多達動作的一個實驗 進來呢 在德國中有力量的公共鑽 在德國中有電力的公共鑽 也是在德國中有超過2.5G的公共鑽 這意味著 使用的Huawei Mate 10 Pro 可以下載電郵和播放 HD 影片 每個小時都在1.5G 4.5G是為了5G 我們很羨慕能夠提供客人的剪輯技術 讓他們享受超級快的網絡網絡經驗 大家都知道午訓快來了 基本上大家期待的應該看到 明年就會有一些商用或者市商用的網路 在全世界某些區域會開始跑 當然這個就是在前進到5G之前的一些 基礎的一些的進展 通訊方面的進展 再來就是分享我們在美國實際做的一個測試 大家可能會想說 1.2G從來沒發生過的Speed Test 怎麼跑 對在遠傳 台客大 中華電信 怎麼跑也跑不到這麼高 因為它頻寬沒有這麼多 那我們這邊要秀的就是說 在美國的運營章 情況之下 在一樣的頻寬沒有支持到 這麼高的情況之下的一個對比的情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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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目的表現,華為Mate 10 Pro可以上載和下載照片 和直播 HD 影片內容 OK 那通訊,所以我感覺在通訊上面來說 Havi是絕對有一定的積累 所以在最新的包含我們剛剛講的 不管是4.5G 上面 很快就會跟大家分享,更一步的進展 很快就會分享 好,再來就是提一下我們近幾代產品來認為 相對來說做的相對比較好的部分就是CAMERA的部分 CAMERA從這個設計上從看得到、看得清楚 到AI的視覺體驗 這一路下來其實是循序漸進的 就是說如果基本的拍照都拍不好的話 跟我說我能夠認識貓啊 認識狗啊 認識吃麵啊 不知道在幹嘛啊 所以這個是循序漸進的一個過程 就是從看得到、看得好、看得清楚之後 我們才希望把AI的技術 能夠去增強拍攝的體驗 那當然拍攝體驗好除了鏡頭之外 我們還是需要一些像影像主題 的ISP以及我們想要剛剛講到第三個步驟 透過一些機器學習的方式 還有一些啊、蓬鬆啊 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我在拍食物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用一些這個 因為看起來好不好吃 顏色非常重要 怎麼樣透過這個顏色的這個微調 能夠讓人家覺得說拍出來的食物是好吃的 那你永遠不會希望說把你的蟲、把你的狗、貓拍起來好吃 對吧 所以這個肯定是不一樣的一個運算的方向 好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一個相機要做得好、做得聰明 其實不只是要好的鏡頭 我們還要用到的MNTU 剛剛講的ISP、DSP 甚至有一些這個CPU、GPU的這些協同 才能夠有機會提供一個非常全方位好的一個相機體驗 因為其實我們目前最不希望做的事情 就是走偏縫 就是說在某一個領域搞得非常強 但其他體驗做得這個苦苦痛痛 我們希望還是一個360度的一個拍照的體驗 好,那在AI的這個性能方面的話 因為去年是第一次在手機上面 推出 那大家可以看到像在以前以往的CPU、GPU 在評測運算力、Computing Power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些Benchmark 不管是像是MNTU等等 這樣的一些應用來做Benchmark 那MNTU以及AI相關的應用 其實在去年我們在推出這個產品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太多的手機上的應用 還有我們整個手機上的應用 就是其中一個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相對比較直觀的AI computing的運算能力 左邊這個是MNT、中間是iPhone 8 Plus 右邊是三星 所以可以看到剛剛呼應前面的一張圖 就是說其實我們知道Apple的GPU 其實做的也不錯 那你可以看到中間Apple、iPhone的這個圖 是使用GPU來嘗試去運算我們剛剛講的Benchmark 就是去實驗影片 它的性能其實還不錯 相對於右邊三星其實是快非常多 但是其實因為我們用了專用的MNTU的芯片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的性能其實就比iPhone 在高出一倍左右 這邊還沒跑完啊 那大家可能會問說 那我認識了貓、狗、食物之後 我到底對我拍照有什麼幫助 對吧 你認識你跟你認識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在P20上面 我們就提出了一個口號 它就說叫做Master Photography Powered by AI 就是說其實我們不只是希望說 手機能夠幫你根據不同的物體 做顏色方面的調教 而是當它偵測到你在拍攝某一種物體的時候 能夠把一些攝影的技巧 能夠用上 比如說我在拍瀑布的時候 它可能適合是長瀑膏 拍出那個水、那個絲綢的感覺 等等 因為我們在手機上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這些功能 大家可能有些人玩過 有些人玩過 包含像測水碼碼的這個延遲攝影等等 但是對於一般的消費者來說 它其實很難去把玩到我們做的手機每一個功能 所以藉由這個我們講的這個Master Photography 這個AI的功能 它事實上可以做到的就是做識別場景 當然有些很多場景 我們有像看到有像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也嘗試想要做這樣的功能 但是當然大家可以體驗一下其實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真的希望能夠做到就是說 能夠使用Right Skill for Right Moment 就是說除了手機自動的去調整顏色之外 能夠去使用不同的攝影的技巧 比如說OK在拍任的時候 然後拍字的時候應該是要文字要特別足處理 甚至煙火模式 對 所以總的來說就是我們希望能夠讓 拿手機拍照變成一個更簡單的事情 然後能夠把讓一個普通的消費者 能夠使用到更多我們所設計的一些 為特殊場景設計的一些功能 它就能夠自動帶出來 那當然我們也持續跟萊卡合作 這個是我們應該從P9開始是跟萊卡合作 然後這個在P20 Pro上面我們推出的萊卡三攝 它是一個相對來說也是比較精密的一個設計的系統 然後還有最高4000萬的像素 然後能夠有3倍光學變焦 5倍的混合變焦 10倍速適變焦 然後黑白融合等等 這樣的一個參數 那要拍得好 除了鏡頭要好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攝像頭 我們從來不會把它燈開來看 我們都把它當作一個鏡頭 這個鏡頭的鏡頭的鏡頭 大家會發現為什麼在P20上面拍出來的相片 尤其是鏡頭的鏡頭特別好 其實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 在中國他們聊天的底大壓石 就是第一個我們的Pixel 每一顆像素的大小就是比敵人大 可以看到右邊這個數字跟鏡頭的比較 每一顆Pixel 再來就是說 總的這個Sensor來說 我還是比別人大 所以總的來說就是 可以看到Sensor的 不管是Pixel size 還是Sensor size的大小 在這個上面我們都有相對的優勢 當然這邊也提到就是說 那是不是只要能夠買到好的Sensor 就能夠做出好的相機 對吧 這個是大家最常問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讓它收你的手機早就賣到天上去 對吧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剛才開個玩笑 因為我們不可諱言的就是說 我們目前用的這些Sensor 很多都是來自於我們的 這個器件的這個動力上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就是說 這些器件某種程度來說 在業界是 都有可能可以獲取得到的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樣透過剛剛提到的 像NPU 然後ISP 還有這些鏡頭的整個系統級的設計 把這個調教能夠調教好 這個其實是相對來說 我們認為是沒有這麼容易 那ISO 那ISO也是就是說 一般以前在 B20 Pro之前 可能一般的像就是鎖定在 6400 ISO的這個範圍 那 受益我們剛剛提到 不管是新的ISP 新的Sensor的這個 或的調教 我們可以把它到102400 達到一個專業相機的感光度 好 那這邊有幾個樣張的對比 其實蠻明顯的 當然以後大家可能也會有些疑惑 我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你可以看到左邊是我們在 意大利的一個小村落 這邊有時間地址 3月23號 晚上8點不拍的 左邊是我們用P20 Pro的長曝光 那 配合三腳架 這個是配合三腳架的 好 曝光 58秒 OK ISO開100 右邊的話是 iPhone的 樣張 那當然 大家會說 你怎麼只給它放 四分之一秒 然後ISO開的不一樣 那其實 最主要的原因是iPhone沒有支持長曝光 對 然後 所以當然某種程度來說 這個 比較大家會有些人覺得不fair 但是事實上來說 當我在這個場景的時候 我想要拍一個到電的時候 其實它是沒有辦法的 那我只當然配了三腳架 我可以有辦法拍出 有機會能夠拍出 這樣的一個場景 然後再來這個就比較有趣 更有趣一點 因為大家知道三星的相機在業界相對來說 也覺得是還不錯 就是坦白說它做的也是挺不錯的 好 那這個是我們去年在發布會的時候 放的一個樣張的對比 一樣是在 意大利 晚上10點拍的一個樣張 左邊我們看到是P20 Pro 不光30秒 然後ISO開的3200 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挑戰的一個 的參數 右邊的話是10秒 ISO800 和一個對比 可以看到從結果來看是非常的不一樣 那從參數上 那從參數上 當時後也有一些 討論 就是說 你怎麼又欺負三星 對吧 你用30秒對10秒 3200對800 那其實我們後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說 其實要把曝光時間拉高 跟把ISO拉大 這個對於一個手機的ISP 就是訊號處理 其實的挑戰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說 為什麼三星把它的極限的設定 設定在10秒中配合ISO800 其實不是沒有原因的 其實它從10秒到30秒 ISO從800到3200 其實這中間對於信號處理的 ISP的需求 是不一樣的一個等級 然後最後是跟大家看一下 這邊也是一個也有趣的一個實驗 我們把 叫做手持超級夜景 剛剛我們都在介紹用 三腳架 然後放個30秒 40秒 60秒 然後派出一些肉眼看不太到的 一些景象 包含銀河啊 其實我們都拍得到 那這個 但是畢竟三腳架 不是人人隨時都能夠期待的 對吧 當然 是媒體朋友可能常常帶 但是對普通人來說 出門就帶一個手機 帶三腳架的機會 其實沒有這麼大 當它需要太夜景的時候 那個人體就是它的三腳架 所以我在推出這個產品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我們內部研發說 我們應該 叫這個功能就叫人體三腳架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讓人手持高達6秒鐘曝光 然後還能夠拍出清楚的照片 那這個某種程度來說 在 專業相機上面 其實也 達不到 因為 這中間會涉及到一些機器學習 然後去 去識別說我前一針跟後一針的物體邊緣 光線等等的這個相對的關係 然後去做適當的融合 所以這個某種程度是 為什麼我說剛專業相機做不到的一個原因 然後高倍數的這個變焦 透過這個 超 超真的這個方式去打到更高倍數的變焦 對比 那當然最後 成績大家都知道是相當不錯的 在DXO HARP上面我們有 然後這個還沒有分清 這個數字 我們知道中間後來在這段前 有一些新的 有章的分數在這中間 沒有沒有插進去 不過 第一名還是一樣是P20 Pro 總分109分 然後 不然拍照或者是 video 就是剛剛我們講這些東西融合之後 它的在業界專業評分是相當高的 然後 當然我們在發布也說 其實 為什麼我們說P20 Pro在 消費者的這個 這個口碑非常好 其實從這個分數上也看得出來 你可以看到其實 在這中間之後 其實每一個分數都是差1分2分 在去年我們 今年3月發布的時候 就是能夠達到一次跨越10分 這樣的一個 躍進次的發展 其實這樣會不容易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 去年辦的華為手機攝影大賽 偷告的一個座位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這邊全部都是華為手機拍攝出來的座位 今天大家再進一步分享 就是華為在 現在雖然是一個技術導向的公司 但是做出一個這麼厲害的相機之後 其實我們某種程度來說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傳達 給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手機攝影 來幫助人們記錄他的生活 然後分享他的喜悅或者是悲傷 所以我們從去年開始 就有一個華為手機攝影大賽 然後去年華為手機攝影大賽上面 我們總共有90個國家參加 然後有15萬件作品的投稿 然後冠軍是一個 剛剛看到畫面最後一個 就是一個小女孩背對著他的媽媽 他媽幫他拍一張照 是一個自立國家投的一個稿件 然後去年的冠軍贏到2萬美金的一個首獎 那今年我們的華為攝影大賽 Next Image也正在進行當中 當然台灣也是我們可以投稿的一個範圍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今年我們一樣會邀請一些國際的攝影大師 跟專家來作為評審 今年的投獎一樣是2萬美金 然後正在一般的手機攝影大賽當中 相對來說還是有點吸引力 2萬美金 所以還是鼓勵大家可以多多投稿 除了金錢上面的獎項之外 我們也會把攝影的比較好的作品 帶他們到今年的法國當代的這個攝影大展 從11月8號到11號在巴黎大 這個巴黎大房東去做一個策展 後面就是目前我們已經收到的一些作品 經典的作品 投稿作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大家對相機的使用上 遠遠遠比我們想像中還要更有創意 不管是紀錄風景啊 人文啊 情感啊 甚至有一些新的這些創作的技巧 可以看到這邊這張圖特別有意思啊 這邊有一個這個 但這個不知道像表達這麼寓意啊 他應該不是要往下跳 就是說去用一個手機上面的一個特殊的 重複曝光的一個功能去做一個創作 所以我們是鼓勵大家能夠用不同的方式來 來攝影然後參加作品 GPU TURBO 剛講完那個 像這樣 GPU TURBO 是我們六月份的時候 發布的一個技術 然後它主要是做什麼呢 其實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因為芯片是我們設計的 然後軟件也是我們設計的 所以我們能夠做更好的軟硬件的一個 調度跟結合 當然這中間會牽扯到一些遊戲的特徵 怎麼樣能夠去從認識遊戲 解創某一些特別的遊戲的特徵 能夠去節省 很大一部分的這個 運算能力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在發布的時候說 我們這是一個難題 怎麼樣又能夠提升能力 然後又能夠降低功耗的一個事情 其實秘訣就在於說我們去 我們去針對不同的遊戲去做了研究 然後去找到一些方法 能夠降低一些不必要的運算 那當然這個 細節可能沒辦法跟大家做分享 但總的來說就是 針對遊戲的特徵 我們去做了一些研究 然後去做到最終的結果 這個可以看一下 當然還是帶HDR 這個是相對比較小的功能 那個低火的數據 我在另外一個材料上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對這個議題應該是比較感興趣的 這邊是三個遊戲的實際的測試數據 跟iPhone X iPhone X 做的比較 可以發現說 當然滿幀就是大家希望的就是60幀 因為再高 可能人也 相對來說他們再出來 60幀 那接近滿幀 自己一回事 可以看到 因為iPhone其實它在遊戲體驗 我們必須說它之前的確做得非常好 在整個裡面 但是加上970再加上這個GPU Turbo 其實它在絕對的幀率上面 其實是可以補兼iPhone的 然後另外一個點就是說抖動率 就是我們看GPU Turbo的最大的兩個貢獻 就是第一個就是滿幀 盡量能達60幀加60幀 第二個就是抖動率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在打遊戲經濟比較激烈的場景的時候 同時有很多角色或敵人出現的時候 大家應該知道 因為它對GPU的負荷會瞬間上升到非常的高 所以在團戰或者是敵人特別多的情況之下 增率不降低 就是在抖動率上面來翻譯出來 可以看到在不同的遊戲上面 我們針對透過GPU Turbo之後 能夠把抖動率做一個相當無度的下降 這個黑色的處置是iPhone X 抖動率 就是團戰的時候 它掉針的情況 接近滿針 剛剛這樣看錯了 其實在GPU Turbo上面 受益最大的 其實是在 我們剛剛講的 不只是旗艦機 我們 一個口號就是說千元機 千元機 千元機就是人民幣 都能夠玩大型核心 所以它在我們麒麟970 或者是我們之前提到的 最近發佈的麒麟6系列 7系列的產品上面 也都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受益 那大家有發現到說 GPU Turbo目前 其實只能適用在麒麟芯片的產品上面 在高通 其實我們也有在高通的中低階的產品 但是在那樣的產品上面 基本上GPU Turbo目前是不適用 原因是因為 GPU Turbo本身是需要能夠 從底層的硬件設計到 中斷到軟件的打通 才有可能達到這樣的實現 OK 所以GPU Turbo當然不只是在遊戲上面 在一些渲染 包含AR、VR、3D的一些Useries的Face 或者是Mogin的Rendering 到上面 之後我們都會把它再持續地開展下去 GPU SuperCharge 剛剛展完圖形方面 SuperCharge其實也是我們在Mate 上面推了一個 22.5W的一個快充 當然我們這邊拿了友商的這個 iPhone X 啊 S9 Plus就比 當然我們的速度是絕對比他快非常多 當然我們在有這樣的一個高速的充電控制 我們認為安全還是很重要的 因為當然友商經歷了煙火事件之後 對大家的行業的啟發還是挺大的 我們說這個是他們也不願意 但是它就是發生的 這其實在行業上是一個挑戰 所以我們在去年開始 雖然在推出速度上很快 我們也跟德國的萊茵TUV的公司 重新去制定了一個全新的快充安全認證 這個認證有什麼不一樣呢 可以看到其實在煙火事件之後 很多的公司都會說 我用的電池經過了18道安全檢驗等等等等 這樣的一個說詞 其實那樣的一個說詞其實沒有錯 但是那樣的說詞其實是相對是比較基本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賣的 其實賣給消費者不是賣電池 我們是賣整機 所以我們當我們在跟德國藍茵公司在簽這個合作 在談的時候 我們很明確的一個目標就是我們希望這個認證 不是針對電池本身 居住安全認得是最整機 包含你的充電頭 Cable 而且這些東西在不同的情況 包含就是說 這個我用錯Cable啊 我應該是用快充的Cable 結果配上這個 萬一我是用快充的這個 這個插座配上不是快充的Cable 或者是說我Cable碰到水了 或者是說我在車裡面 這個平常夏天 這個側內溫度可能到C80度的時候 我再配合快充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基本上這些都是在測試的這個 Cable username 針對整機還包含說跌落之後 到底我的這個 會不會對我的電子安排有影響 等等的 所以當然 一天到兩天的使用在 4000毫安的大電子上面是 絕對不是問題的 音頻方面 最後我們再分享音頻 就是在有線方面 從MAS10開始 我們可以支持到 384K30Rbit 的高度的一個音頻 無線上面 我們也推出了 跟業界聯合推出的HWA 不是華為Audio 是高度的Wireless Audio 的一個聯盟 它可以達到 990kbit per second的一個傳輸速率 相對於傳統的 藍牙的SPC 或者是這個 APTX等等的這樣的協議 實際的傳輸的數據 都有大概3倍以上 所以它能夠支持更高的 無線的 聲音的 享受 那當然大家會想說 那還有DAC呢 這個 很多人也有評估 但是不是很缺點 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安卓 它原生 支持的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的盟主是 Sony Sony它開放這個協議 安卓之後 這個意思應該是公開資訊 之後它安卓就把這個協議 它一樣可以支持到 990kbit per second 但是遺憾的是 目前DAC 支持的無線耳機 跟無線影響 相對是比較有限 大部分 是Sony出的 所以 這個協議是它的 然後 當然 DAC 就是Sony的東西最多 那這個HWA 其實不太一樣 它是從高階 中階 低階 跟華為 一起合作之後 很多廠商一起組成的一個聯盟 所以 支持這個協議之後呢 能夠讓消費者能夠買到更多 支持 是HIROS有讀詢的 WireOS Audio的一個 藍牙的一個設備 OK 支持杜比 杜比這個一定是 所有旗艦機都會支持的 雙通 那 華為MAN10上面也是第一支 當然台灣現在雙卡的 讀機率可能還沒有這麼高 好嗎 出現在提升當中 你看到 在Mage上面 全球第一支能夠 雙VOLT 就是Voice Over LTE的 手機 好 這真的是最後 就是那個 在GPS上面 其實我們有一些 也是有些投入吧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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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 呃 我們所謂的融合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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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 配合不同的這個 GPS WiFi Gi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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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目前有一些進展的一些分享 我們就找了一個相對比較有趣的一個對比場景 在飛機上跳出 TB4L 4L 3L 5L 5L 8L 4L 因為空很大 所以他第一次要拍的時候要放一個那個線圈放在手上 不然那個手機會被咬 因為我終於是看到那個線圈放在手上 因為我會被咬 你會被咬 你會被咬 我會被咬 我會被咬 你會被咬 我會被咬 你會被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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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